那我们所有的区块都建立好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完整的电路设计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总共需要几个 4个BCD的输入 然后 一个4对1的多工器 一个二维元的基础器 然后我们刚刚加了两个 微分电路 我们大概设计就是依照这个图的方式下去做设计 我们实际上来看一下怎么去做 回到我们的软体 我们刚刚现在这个 circuit 叫做Differential circuit 这个电路不用 我们可以把它关掉 放到别的地方去 那我们新建一个电路图 一样是block diagram and schematic file 建立一个电路图的元件 那这个电路图 我们的档名就要叫做bcdcounter 要跟我们的这个project name要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先把它存档 save as save as其实预设会自己把那个档名抓出来 这个档名就叫做bcdcounter就好了 跟我们的project name要一样 把它存档存起来 那我们就依照我们的这个电路图 有四个bcd方块 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图里面 加入四个bcd方块 这个是重复加入的意思 那我们点选这个project 把这个bcd9的这个电路 放四个在我们的图上 先随便放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来调整 按ESC结束 放完之后就按ESC结束 这个每一个就是一个bcd 0到9的技术器 那我们把它对整齐一点 这个中间隔个三排 这个其实 没有关系啊 隔多少没有关系 只是 画整齐一点 同学比较不会出错而已 第一个 我们的输入讯号 从c印进来 那输出讯号从cout出去 我们的cout 前一级的cout 这是个位数 会接到后一级的c印 所以呢我们就使用这个连线 这个 正交线的方式 把这个地方 拉出来一条线 我们靠下面一点点 然后接到我们的下一级的输入 这个前一级的输出 拉出来 然后接到下一级的输入 前一级的输出 前一级的输出 接到下一级的输入 再来每一个都要一个clock 因为呢我们要做的是同步技术器 所以呢我们把所有的clock接在一起 这个没有接好 删掉 重来一次 我们先把往上拉 没有接好 先把往上拉一条线 先把往上拉一条线 太短了 再往上拉 先把所有的clock接在一起 这个是同步技术的 同步技术器 我们把三个 四级的clock都接在一起 再来有一个reset的讯号 那我们也是透过这个 reset的讯号也是先把全部接在一起 我们先把线都拉出来 我们先把线都拉出来 再来慢慢调整 我们先把线都拉出来 再来慢慢调整 确定那所有接点都有接到 那这个是我们前面 基础器的部分 那基础器的部分呢 我们的 data 从c in这个地方进来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clock是接到我们的 是接到我们系统的clock 那我们ck1前面要再接上一个 一个微分电路 所以我们在 在前面 加入一个我们 之前画的微分电路 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微分电路的c in 接到这里 那这个d in 就是接到我们整个 板子的外面 就是我们那个晶片的地方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个clock 那这个clock 其实我们的 是跟我们的系统clock 接在一起 我们的板子上一个 4M的一个 一个 呃 4M的一个 震荡器 我们就利用这个震荡器来做我们同步的讯号 那我们前级 这个是一个输入讯号 所以我们的加上一个input imput 放在这个前面 那这个 这个clock也是一个输入讯号 所以我们input再加一个 放在这边 然后把它接在一起 然后呢 这个reset的讯号也是一个input的讯号 所以我们再加入一个input的讯号 放在这边 然后把所有的reset的讯号跟他拉在一起 所以这三只脚分别就是我们的 这个图上的这个地方 CK1 P2 跟这个 CLR P3 那还有一个是我们板子上的 板子上的那个 输入讯号 我们先名字先不命名 我们先把它放着 等下后面再来改 那这前面这一块 就是我们的BCD 基础器 好就是我们BCD 基础器 这一大块 这一大块的 电路 那接下来二位元基础器 我们一样在下面的地方 再放下面一点点 我们加入一块 我们之前画的这个 二位元基础器 CNT2 把它放在下面这里 那CNT2 一样有一个clock 那我们一样把这个clock 跟我们整个系统的clock 接在一起 这是同步 同步 所有人都同步的一个讯号 那Cin的部分 是CK2 那CK2我们前面 要加上一个微分电路 保障它的讯号 不要跟 跟那个 其它的讯号混在一起 所以我们把这个微分 微分电路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 Cin接到我们的clock 然后Din 一样接到我们的一个input 这个input就是我们的CK2的地方 那 这个clock 一样接到这里的clock 那我们就 从上面拉一条线 把它往上接 从下面走好了 这样比较不会 跟别的线混在一起 把这个点 所以我们所有的clock 接在一起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CK2 那 前面这个区块 二位元基础器 前面加上一个Differential Circuit 这个区块也完成了 最后一个区块是一个多工器 4对1的多工器 所以我们就回到这边 把这个多工器放在后面 再加入一个多工器 Max4 放在后面这里就好了 这样子放的好处是什么 你看我们Data 0 就代表00的时候选到的讯号 那最下面是纤维数 这是百位数 十位数 个位数 这样放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把线拉过来 各位看到这个线是比较粗的线 这代表是个三位元的bus 你看他Q3 点点0 代表是个三位元的bus 那其实我们接线的话 如果是bus对bus 他直接会拉出一条出出的线来 这就是个汇流牌 那第2组 这是个位数 10位数就接到第2组 没有接到 补起来 那百位数 就接到第3组 那千位数 就接到第4组 然后最后这个select讯号 就直接接近这里来 再来 他的输出讯号 其实有6只脚 不过呢 这4只脚一组 这2只脚一组 我们可以把它做群组式的方式 RUT PUT Output 讯号 那我们需要两个就把它repeat两次 第1组 第2组 我们先把它接起来 那同学接的时候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 你从右边往左边接 他就是单pin接到多pin 他会是单pin 那我们从左边往右边接 他就是多pin接到单pin 然后变多pin 这个方向不要错 错了会出问题 那这样子 整个大电路图就设计完成了 看起来有点复杂 可是你只要知道他接线的原则 其实是在前面那个图就看得到的 接下来我们要对这些接角命名 那我建议同学命名的时候采用一个原则 我们使用 PinName PinNumber 对应PinName的方式 比如说这一只脚是我们的CK1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电路图CK1 接应到的是母板的P2 所以呢 我们对这个 板子 这个接角的命名 就叫P2 底线 CK1 那P2是我们的数字 那我们等一下在编排那个Pin角的时候 比较不会出错 那后面CK1是避免我们这个 电路设计上出错 第2只脚 是接到所有的clock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图上并没有clock 讯号 其实老是告诉各位 我们的 这个震荡器的接角永远都接到Pin43 那我们纸板上的Pin我们用C开头 C43 底线CLK 这个是母板上没有的 没有跟外界连接的 是纸板上自己的电路 第三只脚是Reset Reset讯号 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路图 是这个P3 所以呢我们这个脚就叫P3 底线CLR 下面这一只脚 是CK2 那CK2的脚是P4 所以呢我们这个脚叫做 P4 底线 CK2 那这是输入脚的部分 那输出脚就比较复杂一点点 因为这是四个脚一组的bus 那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 ABCD 它最高位远是P12 最低位远是P6 那我们如果全部都打有点啰嗦 我们就打起始跟结束 所以呢我们这一只脚的名字 叫做 P12 到6 P12到6 然后呢名字 它这是 这个 我在讲一算是打的 DCBA 代表高位远到低位远 不过这个其实没有很重要 打不打没有关系 重要是后面这里 我们需要指定它的位元数 它是四个位元 所以同学可以参考这个地方 它是3.0 代表就是3 0.0 这样子代表就从0到3总共4个bit的位元数 那这个脚位 就是我们的输出 ABCD四只脚 最高位远是 12最低位远是6 那下面这一组 它是低位远是16 高位远 高位远是 低位远是16 我们都看一下好了 现在记不太清楚 在这边 低位远是14 高位远是16 所以呢 我们一样 P16 底线14 那底线是 BA两只脚 那1.0 代表它是两个位元 那这样子我们脚位 设计就完成了 这样子我们整个大电路设计就完成了 设计完成之后 先把它存档 存档之后呢 我们接下要进行这个 Comply跟烧录后面一序列的动作 我们就看下个档案再来说明